这世界最长跨海公铁大桥建成通车 福建平潭迈入高铁时代 有业者看好当地的观光发展 打造古城景区 还推出各式各样的体验式行程 希望游客观光之余 还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闽南文化 每逢夏季这里的景区晚上特别热闹 旺季景区每天接待游客人数大约2万人 碰到假日游客数量还会暴增 一天游客量最多的时候 可以达到15万人次 景区占地面积1047亩 总投资金额大约86亿元人民币 是平坦第一家大陆4A级景区 也是大陆第一座海岛旅游古城 整座古城采用明清建筑风格 展现福建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 我比较喜欢中国那种传统的建筑风格 旅游地方它有一个特色 我肯定要过来逛逛 海防文化是景区吸引游客一大特色 景区开办了大陆第一家 以古代海防与水师文化为主题的 民间博物馆 博物馆收集海防历史文化军事资讯 最明显的展品是这艘种床 14.8米宽4.5米 共设有七个船舱的明清战船模型 在船的两侧都有很多的炮孔 可以放置大炮使用 在船的尾部还有一个海泥丘的图案 依照不同的季节节庆 这里会举办各类嘉年华 是景区吸引游客的另外一个特色 光是一年一度的啤酒狂欢节 景区就能吸引人数超过50万以上的游客 以花车游行作为亮点 游行时间长达半个小时 景区越演越美丽 喷火表演加上高难度的火把杂技 在进歌任务之后 舞者走到游客当中 和游客们现场互动 有酒喝游戏看可以吗 出来玩再聚一聚 又看到这个盛大简离 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吹着凉爽的海风 游客的热情也被带动起来 许多游客登上舞台 载歌载舞 以前叫观观式旅游 现在叫体验式旅游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在此为一 跟观众之间的一个互动 主办单位安排了来自台湾的 电音三太子 还有创意的技工街舞 将大陆神话故事里的技工 和现代西方街舞艺术 合而为一 每天的话大概是会有 12到18场的演出 有业者看重景区观光人潮 和明清传统建筑风格 在景区开设四合院特色民宿 民宿闹钟取静 前后两个天井古色古香 然后看到这个 有这种四合院的这种感觉 我就第一感觉特别好 业者不计全本 特意运来三顿肥沃泥土 就为了能够让自己种的 花花草草健康全长 这种传统四合院民宿 夏天旅游旺季 尖尖客满 大家在一个院子里面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做活动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 我们这种的很亲近的感觉 景区把传统文化 和现代旅游结合 期待海岛观光多元发展 讯息不间断 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升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哦